打給妳拚 來 我們首先請到 王志平老師請 其實今天高雷雅的表現 我有一點吃驚 好像就應驗了有一句話就說 不是每個黑人都會打籃球 其實這個歌應該是很好表現的 這首歌其實它不是快歌 但是它絕對會有快歌的氣氛 這首歌其實是一點比較中版的 可是這個中版的這種就是 這種的節奏 如果你沒有抓得很精準的話 就會變得有一點像慢歌 慢歌就會完全失去這首歌的 原來他要的精神 就是節奏把這個歌其實有一點 就是把它拖慢了一點 謝謝老師 來 丁曉雯老師 其實雷雅唱這個歌應該是合適的 但我個人認為定Key太低了 因為很多要有情緒的歌 如果Key太低唱得很容易 它就會比較沉 你把Key稍微提點 語氣稍微是有點斷 不要這麼黏 唱成像抒情歌 因為我們當唱音比較低的時候 很容易會黏起來是 譬如說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寶寶 這麼低的Key 它不會有情緒 但是如果掉高是 你是我的寶寶 你是我的姐妹 掉反了 所以我的意思 情緒會不一樣 就算唱錯歌詞 大家也會覺得還不錯 對 我認為這個歌的問題在哪 你知道嗎 因為加了很多母語的部分 那個地方要飆高 怕那個地方飆不高 就把整個降低了 可是我們要知道 其實這整個歌的主體 在A段跟B段的地方 它佔了百分之 例如70 所以這個部分是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那個部分 然後犧牲這個部分 不要因為要唱得上去 然後犧牲本來的東西 好 聽完評審講評 前面的分數 王建復90分 楊切勢是90.2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 高雷雅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第一次挑戰唱跳的雷雅 今天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60 70 80 80幾分呢 89 小數點是多少 1 2 得到的分數是89.2分 好 上個禮拜秀琴離開 所以這個禮拜要補禁 因為新的選手 這位到底是誰 我看他也是非常緊張 他以前常上我節目 我也不知道他會唱歌 到底有什麼驚喜給大家 那這位到底是誰呢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陳一文 是位無論大小朋友 都能征服的主持人 他主持了外景節目 走遍世界各個角落 並於2010年出版 我是全世界最棒的工作一書 在成為藝人之前 他不但是校園歌唱比賽的第一名 還曾經拿過華納唱片 張惠美真實歌唱大賽的前十名 在姻緣機會下 他拿起麥克風 開始成為廣為人知的布丁姐姐 我覺得這舞台非常棒 那不管最後成績怎麼樣 都會就是非常努力 然後希望不要讓大家希望 經過這幾年的演藝人生 陳一文決定再戰一次 這一次他將暫時放下姐姐的身分 誓言不奪冠 絕不罷休